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呢,我非常地感谢神 今天又可以在神的殿中 在沉岛 在沉岛的时候与大家一起分享 神的话语,我想先做一个简单的 祷告 谢谢你主耶稣,今天你就在我们的当中 谢谢你今天也有话语分享给我们 我今天请求你,让你的 圣灵充满我们,充满着你的殿 让我们能够 把你的话语分享给大家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呢,我有一个 信息想跟大家分享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 第三十八句 到第四十二句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大 接她到自己的家里 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 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讲道 玛大伺候的时候,心里忙乱 就进前来说,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耶稣回答说,玛大玛大 你为许多的事 思虑 烦忧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一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 是因为 在一个月前 我有一个邻居 他当时给我写了一张卡片 然后就说,金,我觉得神有一个话语 想通过这个玛大玛利亚的信息告诉你 后来我当时就说 OK,我知道主,你想跟我说 让我把时间腾出来给你 但是在一个月前我正在找房子 所以心里就特别的乱 特别的不安 所以呢,当时呢 我的心静不下来 但是我就把这个信息呢 给推掉了 然后过了两周 后来我跟我妈妈打电话的时候 她呢,我妈妈说 今天我在教会里听的信息 就是一个玛大玛利亚的信息 后来我说 神,谢谢你再次提醒我 让我知道你今天想跟我分享的信息 就是这个 让我来到你的脚前 听你的话语 把我一切的这个专注 注意力都放在你的身上 结果 后来我当时呢 也没有特别的在意 结果每天就是听这个信息的时候 听讲道的时候 又有两次 然后那个听到这个信息 听到其他的牧师讲道 分享到这个信息 后来我就知道 神的心意是特别想让咱们 到他的面前 听他的这个话语 把心静下来 不要那么的忙乱 后来还有一天呢 有一个弟兄帮我搬家的时候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到底在哪里工作 他跟我说 在一个玛大玛利亚的医院 后来那时候我又知道 神,谢谢你再次的告诉我 你呢,就是想让我 把我的注意力全都给你 但是由于搬家 我实在是没有精力 后来呢,我当时就说 真的,你也知道我的境况 所以呢,求你帮助我 让我呢,能够把这些 我只要忙完搬家的事情 我一定把这个时间 搁在你的身上 搁在你的店里面 后来昨天呢,来到神的店 然后我们参加了一个 就是一个妇女的团聚 结果我在分享之前 我的那个师母就做了一个 那个开幕式的祷告 她读的经文就是这一段 当时对我的打 就是怎么说 当时一下就扎入了心 尤其这四个字叫心里忙乱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 因为有的时候 我心里乱的时候 进不下来的时候 我当时就是听再多的讲道 好像都进不去 然后也不明白主的说什么 或者就是读圣经的时候 我虽说说 你现在就得静下来读圣经 但是呢,当时 就是心里静不下来 也不知道主在对我说什么 所以当时 昨天呢,主跟我就说 这个心里忙乱 就指着 我看了英文的那个翻译 就是说 你的心被 怎么说 就不能专注在神的身上 你的心被其他的事物 所带偏了 后来我当时我就说 真的主 我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不可能把我的心放在身上 所以就在前一个月 一直忙搬家的事情的时候 然后呢,我有好多的想法 但是呢,就没有 把那心放在神的话上 然后呢,当时呢 神呢,也通过他的恩典 告诉我 我一直都在听你的这个想法 因为我知道你的想法 我最感谢主的就是 仇敌不知道咱们的想法 但是主知道咱们每一个想法 就是也是你 就是心目中 不是说特别属灵的想法 就是一些属事情的 比如说你要关注自己的工作 然后你要关注自己的家庭 然后你要关注 你现在忙的事情 神都知道的 我昨天的感动就是说 神唯一想知道 就是唯一的愿望 就是说 他想跟咱们一起互动 不管你有什么想法 你可以跟他聊 好了,昨天我听了这信息以后 我就特别的感恩 我就说神真的 你知道我们的想法 你知道我们心里怎么想的 而且你特别想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生命中任何一个小的经历 所以呢 我昨天的感动就是说 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 一直听她的讲道 不代表着说 我们在生命中 如果有好多的事情去做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时间放在神的身上 因为神知道那时候 对我们来说可能也有点超负荷 所以呢 他也不会说强求我们 让我们坐在他的脚前 读他的话语 或者就是祷告 所以呢 我昨天的感动就是说 神特别希望我们和他互动 不管我们在生命中 经历了什么样的挑战 只要和他互动 只要把神 只要把我们的心 放在他的身上 跟他讲 我们生命中有什么难处 他都会帮助我们的 所以昨天呢 听了这句话以后 心里忙乱 我就觉得 我的这个心 如果能够放在神的身上 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神都是非常喜悦的 而且圣灵就一直跟我说 只要你把我的话 放在你的心里头 一直跟我互动 就OK了 后来我当时想 我说 主太谢谢你 谢谢你 不强求我 因为你知道 我们生命中 每个人的挑战 而且呢 也不强求我去做一些 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所以呢 感谢主 昨天跟我分享这个信息 然后昨天也告诉我 神唯一愿 希望我们的就是 和他一直的在对话 和他一直的沟通 让神的这个活水一直流 就像一个夫妻一样 如果你老跟他对话的话 老去聊 你越了解这个人越多的话 他呢 你呢 他以后的时候 给你一个眼神 你就知道他心里 想的什么意思了 所以呢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就是说你生命中 再忙乱 也一定要把你的 这个注意力 放在主的身上 和他聊天 对 仇敌最害怕的 就是当你和神聊天的时候 因为你和神聊天的时候 你就肯定会得到 他的启示 得到他的帮助 得到他属天的智慧 所以呢 对他呢 是非常有威胁力的 但如果你要开始 和仇敌一起聊天的话 这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 当时亚当下巴 在伊甸园的时候 然后和仇敌聊天 结果就犯了罪 对吧 当我们和神聊天的时候 肯定会得到神 超自然的帮助 而且超自然的 这个能力 所以呢 我的感恩 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到这 然后再做一个 简短的祷告 感谢你 感谢你 主耶稣 你就在我们的当中 也感谢你 是一直跟我们说话的神 一直愿意跟我们分享 然后你一直愿意 就是拿掉我们身上的重担 一直愿意聆听我们 一直愿意帮助我们 一直愿意天天的给我们恩典 恩高恩宠 我非常的感谢你 就在我们的当中 也谢谢你随时带领我们 不光光是在你的家 而且在我们 在世界的时候 你也愿意带领我们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能够把 随时把你的话语 都传给别人 然后呢 在地球上能够做盐 做光 做你的子民 活出你的荣耀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